跟北岸三月十九媽祖六斤信孔 拚到鬥爹爹爹 這是北岸建國國中三年 一核式李明將的迷你頂頭作品 每年北港三月十九 小媽祖 然後就會有一些鎮頭文化 然後就是想把它做成縮小版這樣 然後把文化給傳承下去 當初是因為 就是有媽祖 就是一尊的小神像 然後才慢慢想說 那我來做縮小版的 就把文化給傳承下去這樣 這間有出將大的迷你頂頭 不然手工製造又會不利用 各種新聞如處遊樂的手工 給觀眾都很討厭 李明將表示 由高修男人一開始製造 到現在已經完成五頂迷你神教 為傳統媽祖教到有紅頂跟的教班 所以現在就能來生涵創意 就是 這一種比較細的這種就是類似火柴棒 然後這種比較大塊的這個就是 冰棒棍 對 類似冰棒棍 然後裡面有些就是 屋頂類似就是用紙下去 鋼的 就是這個是用牙籤做的 然後這個是用那個火柴棒來做的 要啊就是去拿玩具車 然後就是先把上面的東西都用掉 然後像這個字 跟圖案這個都要自己畫 手工 這個也都要自己裝 自己去把它裁回車子 平常3月19日就是北港這邊熱鬧 就是會去看然後就拍照 然後就慢慢研發這樣 李明將也把迷你頂頭作品 放在網路運用 經常先作品一頓就因來網友順問 現在連好好也要搖車以來電燈 李明將同學他平常他就會跟學校搖一些廢棄的材料 Facebook上面發現他有這些專長 所以我想說把他拿來這邊展示給學校的學生來看 他也讓學生知道每個學生有他的一個特色在 他很棒啊 做得很像啊 就是有人很多一直問我說可不可以跟你買 然後就是問我做這個只是純粹欣賞純粹收集而已 所以就是跟他說 只要跟他說抱歉不好意思 就是沒有在賣 環境跟著人分享北港文化 由迷你電燈開始 李明將跟林昕第一次的電燈共享給學校是覺得很高興 他對自己有期待要完成全世界的電燈 他說機會會再辦電燈 記得你參觀不到